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社会视野的片子 它直指一个被隐匿的伤口 它是有良知的片子 折射了我们社会的罪恶 冷漠 粗暴 以及尚未泯灭的良心 它是有爱的片子 坚硬的背后是柔软 是无助旁观与悲天悯人的结合 是有勇气的片子 在流行的商业模式下 仍坚持了顾厂卫视的叙事风格 触摸底层的心灵 这里只有山村没有山寨 说多好 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本来我想给子怡宣传一下 因为我跟子怡 我们有深厚的革面情感 而且子怡这些年也不容易 终于迎来了翻身立作 但是我想说的话 全让包场去看首映的各种名人说 送去浅浅的祝福 你看这部电影 海报上有一句话 说我们结婚吧 趁着活着 郭富城作为四大天王里唯一的圣男 还有一直渴望爱情 但不想结婚的自己 不知道这俩不想结婚的人 在念这段台词的时候 要怎么过心里那一关 他说好演员就是好演员 戏里的生活能分得开 我在疯狂办公室里面 我要演正靠谱 我这差点没在脸上刻靠谱两个字 多么做作的表演我 但是我作为牛迷和朋友 我很真心 我祝福两位 这部奥斯卡外语片 有力竞争者的两位主演 这也是春台说的 祝福你们在不久的将来 不仅在戏里面用心演绎着最爱 也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最爱 赶紧结婚 穿红着 所以的婚子还多 好